公元1615年5月7日上午时点 距大阪城不远的天王寺 德川家的15万大军 与风尘家残余的5万兵马排开阵势 日本战国最后的大决战一触即发 德川家康现任德川家的领袖 他看着知田信长死于非命 熬死了风尘秀吉 处心几率50年 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风尘家则把永贯三军的猛将 珍田信村和毛利圣勇两支部队 放在了天王寺战场最先年 珍田部以武田流兵法编制 以骑兵为主 士兵身穿红色铠甲 背红帝百边六文钱旗帜 在战场上如熊熊烈火 以战场上的兵力而言 风尘军必败无疑 但是只要杀死两代将军 战局就有可能逆转 此乃珍田信村最后的奢望 而后 珍田信村与他15岁的儿子 姓昌一起风发 了无牵挂地投入无边无际的人海 这场生与死的大战中 最后的胜者会是谁 珍田信村最后的命运 又将如何 大阪城是风尘秀吉 在今天日本大阪地区建造的城堡 风尘秀吉 原是战国大名 芝田信长的部下 公元1582年 正在计划征服本州西部 最强大名毛利家的信长 在部下明智光秀叛乱中身寺 此击改变全日本格局的 本能寺之变 当时还是与柴秀吉的风尘秀吉 正率领芝田军 在前线与毛利家缠斗 得到消息后 迅速与毛利家达成和解 火速回军讨伐明智光秀 并在山崎之战中将明智光秀击败 秀吉为主军报了仇 在芝田家中地位迅速存生 紧接着 他又在剑阅之战中 打败了芝田家昔日的头号重臣 柴田圣家 一跃成为芝田家实力最强者 并逐步取得了芝田家 全部领地的实际控制权 秀吉接替芝田信长 成为日本中部霸主后 领地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 在此情况下 原本的居城 记录城不但规模较小 而且地理位置过于偏西 不符合秀吉的身份 因此 必须选择新的统治中心 公元1583年 秀吉开始在大阪建立城堡 大阪最早是武装僧团 石山本院寺的大本营 此地 厄控晋基和赖户内海之间的海路要道 西北两面 分别是木金川和电川 交通便利 易守难攻 而且向南不远 就是贸易发达的借岗 作为秀吉的新居城 地理位置相当理想 秀吉已善于工程文明天下 当时日本就有扼杀三木 可杀鸟曲 不用一兵水淹高松的歌谣 讲的就是他此前几次用技工程的故事 作为工程高手 秀吉自然也对铸成技巧有着深入的研究 大阪城是他集毕生心得的铸成杰作 仅本丸建造耗时就达一年半 而二支丸三支丸等复过的建造 则一直持续到秀吉死后才最终完成 大阪城的北面依托电川 东西两面挖有嵌豪与水稻连通 南面的开过平原上也建有防御工事 城中还囤积了大量的金银和军粮 以被敌军围攻时进行持久战之用 战国时代的城堡大致可分为山城和平城两种 战国早期山城居多 这种城建造在山顶居高临下 借助山势增加防御能力 山城的问题在于它只适合小规模作战 若对方出动大兵团将成团团围住 城堡很可能因水源两道被切断而不攻自破 战国后期 随着大明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大明开始在平原上建造城堡 很多平城都选址于重要的水道旁 这样既可以借水道协助城堡 也可以在平时利用水路交通发展商业 因此这些平城不但是军事要塞 也发展成了大明领地内的行政和经济中心 北条家的小田园城 知田家的安土城 德川家的江户城 郡府城 景一家的严根城 以及基路城 雄本城等都是著名的平城 大阪城更是战国平城中的代表之作 作为工程高手 风尘秀吉惯用断水 断粮水工等方式 因此他在建造大阪城时进行了诸多反攻城设计 比如为了防止敌军引垫川之水灌城 大阪城内专门开挖了水渠 通过这些水渠 守城均可以把敌军灌城的水导出城外 除了路上通路外 大阪还有很多水道可以与城外连通 这样就给敌军阻断大阪城的粮道造成了困难 加之城内的巨量囤粮大阪也不会因粮道被断而陷入困境 当然城坊的关键还在于防御敌军直接强攻的能力 这种能力则完全依赖于城堡规模是否足够强大 著城者的经济实力是决定城堡规模的最重要因素 调集人力 筹集石料等都需要具有的投入 作为天下霸主以至于担任官白的秀吉 自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打造自己的居城 很多大明也都被征调协助秀吉驻城 大阪城的第一任驻城总经是封城秀吉的军师黑田官兵卫 黑田本人也是驻城高手 秀吉将大阪城的测量工作交给了他 大阪城基石的石料则是昔日信长部下大将丹羽长秀 从本能寺之变中被毁的安土城城基上 直接拆下来运到大阪的 当时 日本已经有了从西班牙进口的火炮 但由于这种火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很难命中目标不说还经常炸糖误伤自己人 所以 战国大明很少将火炮投入实战 但封城秀吉在建造大阪时还是考虑了敌军使用火炮的可能 因此 尽量加大了大阪城的占地范围 从而加深了城堡的防御纵身 以避免敌军火炮直接威胁到本丸和天守阁 那么封城秀吉精修修筑的大阪城是否能够保全封城一族的命运呢 大阪城虽然是封城秀吉一手缔造的 但他却很少居住在大阪城中 更多的时候他都在位于京都的福建城处理政务 以福建作为临时首都 主要是因为这里距离京都的天皇朝廷较近 便于封城家与朝廷保持紧密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 与朝廷的关系则事关封城政权能否稳固 秀吉去日之后 老谋深算的德川家康脱颖而出 开始谋求建立新的霸权 竭力打压封城家 公元1600年 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在官员之战中 打败了封城家家臣十田三城领先的西军 战后 封城家的嫡系大名不是投效到德川家门下 就是遭到没收封地或减少封地的处罚 整体领地从220万弹减少到65万弹 德川家康将这些领地一部分收归自己所有 一部分分封给属下和投靠自己的大名 从而一举建立了军事和经济上的霸权 与此同时 在他的追踪下 朝廷任命公卿出身的九条奸孝出任官白 这就等于从封城家收回了官白之职 封城家失去了首席朝臣的地位 也就失去了统领天下的正统性 自此开始 无论是讲法理还是论实力 封城家都沦为了一届普通大名 如果说封城家还有什么重要性的话 那么他的地位就来自于大阪城了 顾若金汤的大阪城和城内的大量储备金 成为封城家最后赖以支持的力量 更是太阁殿下光环笼罩下的圣地 太阁殿下的余威和他往日对大名们的恩情 则是失去官白之位后的封城家 唯一可以仰仗的政治资源 所以大阪城就成了封城家 绝不能失去的最后阵地 公元1603年 德川家康获得争议大将军的官职 在江户开创了幕府 重新建立起了五家统治秩序 此时的德川家已经拥有了 凌驾于其他大名之上的绝对优势 当时 德川直辖领地达800万弹 占全国领地总量的四分之一 对比封城秀吉 在势力最强时也只有200万弹领地 全国占比不到十分之一 德川家之强由此可见一般 同时 德川家康在昔日封城秀吉的统治中心 近期地区也建立起了千银阵地 他在京都建立了二条城 作为他在京都活动的基地 还设立了京都索斯带 任命自己的心腹担任这一职务 专门负责监视朝廷和西国大明的动向 除此之外 他还将自己的普代家臣 移封到近基的要地 但要最终统一天下 德川家康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 首先 他自己的直辖领地 和他的普代家臣领地 都位于关东 东北 北路 和近基东部地区 也就是说 德川幕府很难对京都以西地区 实施直接控制 其次 官员之战后 很多大明失去领地 造成原来归属这些大明门下的 武士失业 成为浪人 这些浪人 大都对德川家恨之入骨 此外 朝廷方面和宗教势力 对德川家也尚未完全驯服 上述这些问题 又都和一个德川家康 最为关注的问题 联系在一起 这个问题 就是仍然占据着 大阪城的封臣家 只要封臣家还存在 反对德川家的声音 就不会停息 虽然已经身为天下霸主 德川家康要攻下大阪城 却还不能说十拿九稳 当时的日本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家康善野战 秀吉善攻城 其实 这个说法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 那就是家康不善于攻城战 他自己对此也心知肚明 例如官员之战中 他就设计将西军 从堡垒大圆城中有出 最后 还是在野战中将其击溃 自知攻城苦手的家康 在向大阪进军之前 做足了准备 他对封臣家的大明 不断威逼恫吓 要求他们帮助自己住城 从经济上消耗这些大明 以防他们在战争中 和封臣家联手对抗自己 即便西国大明 已经被折腾得疲惫不堪了 他还是不放心 到后来攻击大阪城的时候 他以留守的名义 把一些与封臣家 关系深厚的大明 关在了江湖城里 他还利用各种借口 让封臣家兴修寺庙 借此消耗大阪城里的金银储备 但这个策略似乎不太奏效 因为封臣家家底实在太过丰厚 直到大阪之战开打 城里还存有大量的储金 面对德川家康的步步紧逼 依然具备相当实力的封臣家 有作何反应呢 公元1614年8月 已经成为封臣家 新一代家主的封臣秀赖 为恢复封臣家的威望 着手修复 因地震倒塌的京都方广寺 于本殿中安置一口巨大的帆中 中上的名闻 由精通汉血的南禅寺住持 清寒长老所住 名闻被送到德川家康住后 家康身边的御用文人 将名闻解释为对家康的诅咒 名闻中国家安康一句 被说成家康两字被分开 是要腰斩家康 君臣封乐一句 倒过来就是乐封臣君 也就是说 想让封臣家的人乐 就要腰斩家康 这套说辞显示栽赃 目的无非是要挑起事端 对封臣家动物 方广寺忠明事件 也就成了大阪之战的导火索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 德川家康终于下达了开战命令 10月11日 他亲自率军从郡府出发 当时已经70多岁的家康 在出征时一反常态 显得朝气蓬勃 性格沉稳 善于等待的家康 终于在霸野江城时 老夫辽发少年狂 23日 二代将军德川秀忠 从江户出发 率领六万大军前往大阪 此战 幕府方面 共动用了近20万军队 其中大部分是 近击关东大明的军队 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 在日本古代历史上 堪称空前巨后 到了这时 封臣家也非常清楚 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大战 是躲不过去了 这场战争 由于实力差距过于悬殊 封臣一方获胜的希望 实在是非常渺茫 但面对必要除掉自己而后快的德川幕府 封臣家也只能凭借泰格殿下的余威 和他千锤百炼建造的大阪城 做最后一活了 封臣家一面开始囤积战备物资 从界抢夺了一批武器 运进大阪城 购买了大量军粮 一面拿出大阪城中的积蓄 重金招募浪人 扩充自己的军队 最后 连同硬幕的浪人在内 封臣家集合了十万军队 浪人之中包括了真田姓村 真田姓村早年曾与父亲 一起两度打败德川家的军队 官员之战后 真田家被没收封地 姓村从此成为浪人 当然 除了真田姓村这样的名将外 还有很多要向德川家复仇的人 此时 他们全都聚集到了 封臣家的大击之下 面对来势汹汹的德川大军 封臣阵营内部 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 家臣大都主张坚守大阪城 他们认为 封臣家最大的优势 就是大阪城 如果放弃大阪出城 与家康的大军进行野战 就等于 以己之短 博人之长 以真田姓村为首的浪人 则主张主动出击 在京都和大阪之间 迎击德川军 趁德川军远来奔袭 立足未稳 错其风芒 然后 再切断近击 与西国地区的交通联系 促成西国大明 导向封臣家 派兵支援大阪 这样才可能改变 战场上的实力对比 为封臣家 赢得战胜和生存的可能 最终 封臣秀赖 更为信赖元老家臣 选择坚守 大阪城的方案 把希望 完全堵在了 大阪城身上 客观地说 若按真田姓村的方案作战 封臣一方 也很难取胜 但全力出战 比作困孤城 肯定会死得壮丽一些 真田等人 恰恰是抱着赴死的心愿 进入大阪城的 对这些处于绝望之中的 浪人来说 能将名满天下的大阪城 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 也不枉 做武士一生了 经过极场 小规模畜牧战之后 德川军 到达大阪城外围 开始封堵 大阪城的水道 此时 真田姓村 再次展现出 名将风采 他在大阪城南面 防守薄弱的位置 筑起了被称为 真田丸的防御攻势 真田丸处于突出位置 很容易遭到三面围攻 德川军的前田立长 锦衣直校和松平中职 三位年轻将领 看到这种情形 在未得到 加康指令的情况下 命令部下军队 进攻真田丸 在他们围攻之际 伏兵从两次忽然杀出 配合真田丸中的部队 夹击德川军 结果 德川军大败而归 损失了约两千人 首战势力 面对士气高昂的风尘家 老谋深算的德川家康 又会如何应付 文之势力的德川家康 勃然大怒 将前田立长 锦衣直校和松平中职三人 训斥了一通 虽说真田丸前的失败 与三人不听将令 有直接关系 但从中也可以看到 德川军存在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名将凋零 年轻将领太多 前田立长等三人 当时只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在经验方面 与大阪城内那些 久经战争的浪人 差得太远 一场小胜 并不能扭转战场局势 封城一方还是只能坚守不出 德川一方 坐拥二比一的兵力优势 可谓稳坐钓鱼台 加之大阪城防坚固 强攻必然造成巨大伤亡 因此 家康未发动总攻 而是准备用武力之外的方式 解决问题 家康在这里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 官员之战后 德川家得到数百万弹土地 用来封赏功臣 但当下的形势有所不同 封城家一共只有六十五万弹 即便全部没收 也不够他分封功臣 他故意延迟进攻 也是想为战后安排有所准备 所以横扫天下的德川军 在大阪城下的表现 差强人意 也和家康及其参战大明们 保存实力的心态有关 完成对大阪的全面包围后 德川家康就准备逼迫封城家 按照他提出的条件讲和 但封城家拒绝了和谈 此时 家康把一种新式武器 投入了工程站 这就是从荷兰购买的 弗朗基大炮 这一战术变化 给战局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封城秀吉 在修建大阪城时 日本只有从西班牙引进的 旧式火炮 因此 大阪城的防御纵深 只能保证使本丸 处于旧式大炮的射程之外 但德川军使用的新式火炮 完全可以打到本丸 即位于本丸的天手隔 一天晚上 德川军使用火炮 轰击大阪天手隔 正好封城秀吉的一双 电夫人和封城秀赖 都在天手隔中 结果一根梁柱 被轰倒在电夫人身边 电夫人大受惊吓 立刻派人出城 与德川家讲和 电夫人本名为 前景茶茶 是志田信长的外政女 她是封城秀吉的侧氏 为秀吉生下封城贺松 和封城秀赖两个儿子 母姨子贵 在封城秀吉死后 茶茶以侧氏身份 成为封城家的主母 大阪之战时的电夫人 尽显小女人本色 优柔寡断 自毁长城 和谈结果 双方按照德川家康的条件 达成了协议 大阪城的二支丸 三支丸要被拆除 嵌豪也要被填平 德川家的军队 在战后 没有立刻撤离大阪 而是客串了拆千队 着手拆毁成锅 填埋嵌豪 按照协议规定 德川家负责的范围 是外豪和三支丸 其余部分的工程 由封城家负责 但德川军竟阅祖带袍 将本应由封城家负责的部分 也拆毁了 如果是封城家来拆二支丸 肯定会象征性地 拆除一些不重要的成员 保留在防御战中 作用最重要的部分 德川家动手 自然是拆得越彻底越好了 结果 德川军不顾大阪方面的抗议 将大阪城除本丸之外 全部拆除 嵌豪也全部填埋了 大阪城的所有防御工事 都被拆毁 已经成为一座裸城 封城秀吉的苦心经营 竟然以这样的方式 被移为平地 这正是德川家康的目的所在 官员之战时 他用计又出了石田三城 就是为了变工程战 为野战 此次 德川家康就用和谈之名 强拆了大阪城 让封城家无城可守 也是为了逼他们出来野战 公元1615年下 德川家康提出 封城家几股浪人 和封城秀赖 移封至伊士或者大河的领地 两个科科条件 封城家当然拒绝 于是 准备充分的德川家康 以此为借口 再次新兵 攻向大阪 此次动员的总兵力 略少于上次 为15.5万人 封城家方面 由于大阪城被拆毁 士气顿挫 家臣与浪人之间 也发生了争执 原来 封城家许诺浪人 只要打赢 就把他们正式收为家臣 可东之镇 以和谈收场 封城家 不愿再继续承担浪人 在城内的花销 很多浪人 因此感到 遭到封城家的抛弃 离开了大阪城 因此 到下之镇时 封城家只剩下了 七八万军队可用 在这种形势下 封城家 是否还有扭转战局的可能呢 封城家 因为兵力比之前少 决定先发制人 试图具的优势 在与缓步推进的德川军 进行了一系列 小规模的前制战斗后 两军对峙在大阪城外 此即为天王寺岗山之战 大阪城已经被毁 此次决战兵力对比 封城家 以五万人 对德川军十五万人 封城军 要想取胜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直接突击 家康本阵 取下家康手机 也就是当初 知田信长的 统辖兼职战的 斩首战法 由于兵力差距非常悬殊 德川家康 秀忠父子有点大意 更重要的是 封城家城和浪人 被死得其所的光荣前景 激发了斗志 封城军 与德川军在决战中 一度打得有来有回 封城军 甚至还一度看到了 反败为胜的希望 作为当时封城军的头号猛将 真田信村 早已暗下决心 以死相拼 他的五千五百精锐 站在了封田军的最前列 当战斗开始时 真田信村按兵不动 他的战术目标很明确 德川家康的向上人头 在毛利盛勇 与德川军机战之时 真田信村 焦急地等待着 大阪城中的动静 希望少主 封城秀赖 能亲自出马 如果打出当年 太阁殿下 那一面威震天下的 金葫芦帅旗 一切就有了希望 但一切终究没有动静 随后 信村得知 在母亲 殿夫人的劝说下 秀赖放弃了 亲自出马的念头 信村 依然激昂地表示 秀赖一定会亲自出马 还派自己的儿子 信昌 作为使者 回大阪城 去请秀赖出战 当然 他的这种安排 未尝没有保全 儿子的性命 嗜毒情深的意味 当信昌离开后 信村 镇必以乎 再无疑虑 五千五百名勇士 冲入乱阵之中 此时 封臣军 毛利盛勇部 已经与德川军 缠斗起来 真田军 从混战的两军 背后绕过 直接对阵德川军 第二阵的大将 松平忠直 松平忠直 是德川家康次子 松平秀康的儿子 继承了父亲 刚勇的性格 所部 也极富战斗力 但是 在指挥才能方面 他就比信村 逊色许多了 松田军 在真田军的冲击下 陷入大乱 最后 还是靠家康派出其本 才收拾局面 等松平军 再次恢复了秩序 混乱中的信村 已经率部 直接穿过了 松平忠直的防线 突到了家康阵前 家康正在悠闲地看着 本方军队围攻已被分割包围的 风尘加各部 不想 真田幸村率领的 全部穿着赤红甲州的骑兵 出现在面前 家康命令部下 收起自己的旗帜 并准备撤离 可是真田军行动十分迅速 使家康很难撤走 情急之下 家康甚至想切负自尽 幸亏部下将他劝住 并把他带住战场 真田军也因为家康 事先收起了旗帜 一时难以找到他的行踪 正是这种逃跑式的经验 救了家康一命 在搜索中耽误了时间的真田军 遭到了刚刚恢复阵型的 松平中职的背后袭击 全军覆没 真田幸村阵王受其 被松平中职的家臣取下 十年四十八岁 平静的这一战中 逼得天下霸主家康差点欠负 真田幸村得到了天下第一兵的美誉 此役之后 风尘加技术一进 大军败回城中后 殿夫人与秀赖母子 就在大阪城天守阁放火 最终与大阪城同归于尽 秀赖的一双儿女 男孩被斩首 女孩被送进寺庙出家 至此 风尘加彻底灭亡了 德川幕府在占领大阪后 重建了大阪城 德川家康的外孙松平中明 被封到大阪 建立了拥有十万弹领地的大阪藩 此后 由于大阪位置太过重要 幕府又把松平中明转封到了别处 把大阪城归收幕府之家 江户时代的大阪 也作为全国的商业中心 和关西第一大都市 恢复了往昔的繁荣 公元1616年 即大阪之战后一年 德川家康并逝于郡府城中 逝世前不久 他获得了朝廷赠寿的 太正大臣之职 这时 德川幕府的统治 已是坚如攀石 构成德川家统治力基础的 不仅有他们庞大的领地 号称八万奇本的强大军队 更重要的是 德川家康留下的智识之道 知田信长 风尘秀吉和德川家康三人的统治策略 大不相同 概括说来就是 信长靠武力 秀吉靠计谋 家康靠法律 知田信长更多的是以征服者字代出现 但靠武力弹压已势必招致强力的反抗 结果知田家的天下一世而亡 秀吉因为出身低微 嫡系较少 因此更多依靠策略 但这种临时拼凑的政权 却很难经得起时间考验 结果 风尘家的天下二世而亡 家康在统一天下时 吸收了信长秀吉的教训 又借鉴了他所崇拜的元赖朝 武田信玄等人的经验 对维护国家正常稳定的运转 异常重视 因而创建了一系列的法律 重新规范了武家统计的秩序 大阪之战是日本历史上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日本自公元1467年 应人之段开始陷入了长期内战 大阪之战 则是这一战乱时代的最后一场战争 大阪之战后 日本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和平时期 此战发生的公元1615年 恰逢日本天皇改缘为元和 因此 这一战又被后世称为元和燕武